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我正在洗澡,被拐来的嫂子突然一声嗜血地冲了进来诱我救她。 我早就喜欢上了嫂子,所以当即就把她裹进怀里藏了起来,为了报答我。 嫂子让我晚上去她房间,还说哥哥一早就出门了,晚上不在家。 可没人知道的是,我哥已经死了一年了,是我亲手埋的她。 凌晨一点,按约定,我敲开了嫂子的房门,一进屋,一股迷人的异乡就扑鼻而来。 我看到嫂子穿了一件薄纱睡衣蹲坐在床头,幽暗的灯光把她的脸映照得格外地动人。 嫂子看了我一下,然后用一脸娇羞地聊了两耳边的碎法。 我心头一动,是恋爱的感觉。 喜欢嫂子已经很久了,没想到,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虽说我已经二世好起了,但却一个女人也没有碰过。 自从喜欢上嫂子以后,无数个梦里我都梦到过和嫂子羞羞的画面。 此刻,和心爱的嫂子独处一世,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个不停。 这一天,我真的等了好久。 不过,正当我准备走进嫂子时,我突然看到床上我瞬间就僵持在门口, 衣食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根手指粗的麻绳,还有一把木质的长板凳。 嫂子看出了我的异常,目光交汇之处,嫂子立马脸红得大半。 不过,请客又变得惨白,身体也带着轻微的颤抖。 她连忙收拾了床上的绳索和板凳,然后小声地说了一句,先喝杯水吧。 说完,就把一杯水递给了我。 我知道她是为了缓解尴尬,于是我低头喝了一大口,发现竟然还有点淡淡的香甜味。 虽然嫂子掩饰得很好,但我还是看到了她的眼泪。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把嫂子抱在怀里,然后痛骂道,我哥她不是人,她怎么能这么对你? 其实哥哥虐待嫂子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虽然她是我亲哥,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骂她是畜生,希望她被雷劈死,被车撞死。 我无比心疼地抚去嫂子脸上的泪痕,然后柔声对她说, 你放心,我早晚会救你出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今晚你就好好疼疼我吧。 说着,嫂子温润的嘴唇就主动贴了上来。 那迷人的香再一次冲进我的鼻腔里,我顿时就飘飘忍起来。 一个小时后,嫂子躺在我的怀里问我能不能多陪来。 陪她,还说哥哥这次出了远门,要三五天才能回。 嫂子叫如烟,是被我哥花五万块买来的。 人贩子说了,这个女人长得俊俏,而且身材也前凸后翘,是个生儿子的好料。 所以,卖得贵是有道理的。 在我们这个贫瘠的山区,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 成亲的那天,我看到她被爸妈绑着塞进了哥哥的房间, 随后就听见她在里面各种哀求和残骄的声音。 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还听见老爸在大声地斥责哥哥先扒了嫂子的裤子。 那天晚上,爸妈也一晚上没有出屋,想来是嫂子不配合。 需要三个人一起动手哥哥才能成功。 老爸说了,不像有三,无厚为大。 第二天,我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他满脸怨恨的表情,嘴唇都咬出了血, 要不是他双手被反绑着,估计他都要跳起来咬人了。 老妈端着晚饭喂他吃,告诉他,生了完日子就好过了。 不过,饭没吃到嘴里,哥哥一把又把他拖进了屋里, 我听见哥哥在里面喊,怀不上就别出屋,天天折腾你。 有一天晚上,我竟然看到老爸趴在哥哥屋的窗台偷偷往里面看, 那猥琐的样子像起了一个老色鬼。 嫂子真是个可怜的女人,不但要天天受哥哥的折磨, 就连公公也寄予他的眉毛。 我有点心疼嫂子,老妈说她是城里人,还念过不少书。 不过,我在家待了三天都没有和嫂子说上一句话。 临走时,我对哥哥说,对人家好点,老婆是用来疼的。 可哥哥白着眼让我滚,连爸妈都骂我独管闲事。 此刻,怀里搂着嫂子,我内心很是纠结。 虽然我也舍不得嫂子,但最近事情比较多, 我也是忙中偷闲才偷偷跑回来的。 而且老妈都开始质疑我这么频繁地回家是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心思, 所以总是指脏骂怀地赶我走。 雪氏看到了我的迟疑, 嫂子立马泪水连连地抱着我说, 昨天要不是你在,我就被你爸妈打死了。 你如果真的心疼我,就多陪陪我吧。 或者,你现在带我走吧。 说着,哭得更是梨花大雨,无比惹人爱恋。 因为不能生养,嫂子不但被哥哥虐待, 还经常被爸妈打,骂她是不会生蛋的鸡。 我知道嫂子的日子不好过, 我也想带她远走高飞, 但她毕竟是我的嫂子, 是我家花钱买来的媳妇。 虽然我哥混蛋, 但我不能害了我爸妈呀。 见我沉默不语, 嫂子又哽咽地问我是不是嫌弃她。 我盲解释说没有, 我真的是有事脱不开身。 谁知, 嫂子竟猛然起身打开了灯, 白光刺过, 我默然看到嫂子站立在我面前。 我清楚地看到, 她的身上全是一道道大大小小的伤痕, 让人触目惊心。 在看嫂子, 她为雨泪先流, 整个人都站立了起来。 随后, 嫂子用颤抖的声音说, 真希望当初买我的人是你。 最后又试探性地问, 你如果真爱我的话, 你就把你割。 虽然嫂子的那句话没有说出口, 但我能猜到, 嫂子是希望我为了她能男人一把, 替她解决了哥哥这个畜生。 但这事不是小事, 需要从长记忆。 嫂子见我不说话, 就又摸着伤疤轻生的啰气。 那些还带血迹的伤痕的确刺眼, 让人不忍再拒绝。 于是我一把把嫂子拉入怀中, 然后激动地说, 好我带你走, 我们明天就走。 嫂子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然后说, 要不是你额头上这块抬起, 我都分不清你们兄弟两个。 不过, 我知道你不是她, 你这么温柔这么深情, 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我把怀里的嫂子搂得更紧了些, 然后又忍不住地缠绵了起来。 嫂子污吏的香好像有一种魔力, 让人很是陶醉。 不过, 嫂子又说, 最近一年发现哥哥有些奇怪, 虽然还是会虐待他, 但亲热的动作却换了花羊。 我一听, 赶紧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人的样貌会扁, 但有些习惯却是改不了的。 我叫苏强, 和哥哥苏国是双胞胎兄弟。 我俩很像, 连说话声音, 走路的姿态都很像。 我们俩兄弟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的额头有一个蝴蝶斑状的胎记, 而哥哥没有。 在我们那个穷山沟里, 一个家里是没有能力 供两个孩子上学的。 所以从小学开始, 我和我哥就是采取抓究的方式 来决定谁能上学。 很幸运的是, 每次赢的都是我。 就这样, 我从小学一直念到了大学, 毕业后成了一名信息技术人员, 而哥哥小学毕业后 就一直在家打小工。 因为此, 哥哥一直对我不太友好, 每次回家都对我冷言冷语。 爸妈也因为觉得亏欠哥哥, 所以对他也比较交管。 对于嫂子的事, 我内心当然是反对的, 但是已经这样了, 我也不想爸妈和哥哥被抓进去, 所以只能尽量地对嫂子好点。 不过, 我能做得很有限, 哥哥对我充满敌意, 嫂子对我也很防备。 嫂子嫁过来半年多, 我只回家过三次, 但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他身上有伤, 而且到晚, 哥哥好像故意似的总是让他叫得很大声。 后来, 我给他买了一瓶制跌打损伤的药膏, 还是趁家人不在的时候, 偷偷扔到他门口的。 那次临走时, 我看到嫂子看我的眼神缓和了很多, 但从那以后, 我就喜欢上了嫂子。 我躺在嫂子的被窝里尽力地安抚着他。 不过, 正在勤农之时, 老妈突然来砸嫂子的门说哥哥一会就要回来了, 让他赶紧起来给哥哥做饭。 我躲在被窝里吓得不敢出声, 毕竟在没有逃跑之前, 我做的这事多少还是有点伤风败俗的, 所以肯定还是要藏着一点的好。 嫂子对门外喊了一声知道了, 然后就默默地开始穿衣起身了。 因为哥哥突然回来, 我们的计划只能先暂停, 不过, 我答应了嫂子, 等哥哥再出门立刻就带他走。 刚好, 我也提前做些准备, 而为了避免见到哥哥会很难堪, 我决定立刻动身离开家。 不过, 三个小时后, 我的云盘里就提示有新的更新信息。 我打开一看, 顿时背惊的木凳口袋, 拳头有握得咯吱咯吱地响。 只见视频中, 哥哥把嫂子用绳子绑在板凳上, 然后一边狠狠地抽打他, 一边又肆无忌惮地蹂躏他, 可能是为了刺激或不想看到嫂子仇恨的目光。 哥哥竟然给嫂子戴了眼罩, 连嘴巴里也被塞了毛巾, 但也许是嫂子被折磨习惯了。 他竟然不哭也不闹, 就任由哥哥那么疯狂地虐待他。 我决定了, 要立马带嫂子离开, 一刻也不能等, 再也不让自己的女人受这样的罪了。 于是, 匆忙地换了件衣服, 然后拍了拍身上的图, 准备回家。 我想好了, 即便是和家人闹翻脸也要带嫂子离开, 可谁知, 刚走到家门口, 就听到老妈的咒骂声和嫂子的哭泣声。 随即我就看到, 老妈一边乐狠狠地用棍子抽打着嫂子, 一边问, 你个扫把心, 你说, 我儿子苏国到底去哪儿, 是不是被你害死了? 我忙上前赤指爸妈并问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 哥哥刚回家没几个小时又走了, 连饭也没顾得上吃。 但让老妈怀疑的是, 哥哥竟然没有和老妈打招呼, 而老爸却意外地在院外的枯井旁发现了一件血衣, 是哥哥的。 他说有急事就走了, 我能怎么害他? 嫂子哭哭啼啼地还在解释。 我看到嫂子衣服都还没有穿整齐, 而且刚刚被虐待的伤口处还流着血迹, 和他发给我的视频中的一模一样。 老妈嚷嚷着要报经, 我赶紧制止住他, 并提醒他真要报经的话, 这里的一切就都瞒不住了。 随后, 我连忙把爸妈拉到门外, 我告诉他们, 这事儿肯定是不能惊动外人的。 再说哥哥的事儿还没有确定, 兴许他真的有急事出门了。 但老妈却坚持说, 不可能, 我刚刚打你个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而且, 你哥哥那件血衣又怎么解释? 一说哥哥的手机,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 心里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前两天你不是还见过哥哥吗? 我忙问老妈, 见识见过, 不过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老妈若有所思地说。 对, 是不对劲儿说来也奇怪, 那小子以前对我呼来和去的, 可这一年来倒是生分了, 还像老二一样礼貌的不少。 老爸说完, 扭头上下打量着我, 随后, 母亲又问我身上怎么这么多的图, 说完还死死地盯了我许久, 我一时被他盯得有点发毛, 忙找借口去哭警力寻找更多的线索去了。 不过, 老爸却不知不觉地跟在了我的身后, 并在我刚吓到哭警力去的时候说, 苏强, 是你对吧? 我都看见了。 不过, 你别怕,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保证守口如瓶, 真没想到。 老兆头既然发现了我的秘密, 其实老兆头不是我们亲爸, 是我妈改嫁过来的, 但因为我上大学, 他出了不少力, 所以我一向叫他吧, 但哥哥看不惯他, 经常称呼他为老兆头。 爸, 你说什么呢? 你看见什么了? 我尽力掩饰着内心的慌张, 假装毫不知情地问, 你哥, 是你弄眉的吧? 我看见你哥, 进那哭情了, 也看见你出来了。 不过, 只要你答应我, 那个女人也让我睡一晚, 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妈知道, 老兆头说完, 一脸迎笑地看着我。 妈的, 原来这个老兆头还是个色魔, 难怪嫂子澄清那晚 她那么卖力气呢。 其实, 那天哥哥喝多了酒回家, 我恰巧偷偷回来看嫂子, 我想到 她肯定又要疯狂地折磨嫂子, 所以才想偷偷地教训她一顿, 替嫂子出气。 谁知, 刚跟到院门口, 我哥就发现了我。 刚开始, 我还好言相劝, 谁知哥哥说话很难听, 还说他自己的媳妇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别人管不着, 最后还骂我是不是早就想睡 被嫂子的被窝了, 说得我脸一阵白, 一阵红的骚得慌, 最后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动了手, 结果我一拳下去 竟把她打倒在地了。 而好小不巧, 地上有块大石头, 哥哥倒地的时候 后脑上一下子磕到了石头, 最后死了, 留了好多的鞋, 把她的衣服都染红了。 没办法, 我只好趁着天黑 把哥哥埋进了这个枯井里, 并拿走了他的手机, 按了静音, 枯井就在我家门外不远处, 以前是用来储藏过冬粮食的, 已经荒废很久了。 而为了不让爸妈生疑, 我还故意装成 哥哥醉酒的样子回了家。 最后, 竟然没有人发现我, 连同睡一屋的嫂子 都没有发现端倪, 不过, 那晚我没有碰嫂子, 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哥哥的事以后怎么掩盖。 虽然哥哥是罪该万死, 但我还这么年轻, 如果此事败露了, 我一辈子就完了。 最后, 在经过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后,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假装成哥哥。 我在网上买了一种 特制的仿真皮肤, 用来遮盖我额头上的 那个蝴蝶斑纹, 而为了让事情做得更逼真一些, 我还故意在做哥哥的时候, 学着他的样子, 疯狂地折磨嫂子。 最初我还有一点不忍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嫂子的惨叫, 看着他那成熟的身体, 我竟生出些莫名的快感来。 虽然我是大学生, 但因为家里穷, 所以一直没有交到女朋友, 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摸到过。 因此, 对娇俏的嫂子 简直是毫无抵抗力, 尤其是晚上和嫂子 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种偷情的亢奋感。 天呀, 我真的爱上了这样疯狂的感觉。 而且我还有一个癖好, 就是喜欢在和嫂子亲热的时候 用哥哥的手机录下来, 然后再自动备份到我的云盘上, 游着不在家的时候慢慢地看。 因为哥哥经常要出门打小工, 所以不会天天在家。 因此, 我只能时不时地 以哥哥的身份回来享受一下。 但为了不让人生疑, 我也会以自己的身份 回家看望一下爸妈。 再关心一下嫂子, 这种一边享受嫂子, 一边和嫂子精神恋爱的感觉 简直是太让人着迷了。 我知道自己有点变态了,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好在, 这一年以来, 没有人发现我的秘密。 我在两个角色的切换中 也越发地投入自如, 无比地享受。 其实, 我是在等机会, 等机会带嫂子离开, 然后好好的和她在一起过日子。 但没想到, 最后竟然被一只野狗 叼出了哥哥的血衣, 让老妈产生了怀疑, 而这事儿竟然还被老赵头知道了。 不过, 经过我的几次试探, 我发现, 她并不知道我假冒哥哥的事情, 只是认为我刚刚把哥哥弄死了。 难道, 为了自保, 我又要再一次地牺牲嫂子。 但是, 我突然想起来, 哥哥的手机我忘到嫂子房间了, 她不会发现了什么吧? 老妈在上面喊我们快点上去, 说嫂子在发疯, 要跑。 我赶紧上去并三步两步地跑到了嫂子的房间, 只见嫂子一边发疯一样的狂杂东西一边喊着, 我就是死, 也要离开这里, 说着就要去撞墙。 我一眼就看到了落在被子边的我哥的手机, 我借机拉嫂子, 随后趁机把手机藏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无论如何, 先把手机拿到手再说。 其实, 自从嫂子嫁进我家, 老妈几乎天天看着她, 下地的时候就把她锁在屋里, 而为了防止她寻短间, 她屋里几乎没什么有危险性的东西, 手机更是不让她碰, 以免她和外人联系。 后来, 在我的宽慰下, 嫂子才慢慢地安下心来。 这下, 估计是见哥哥出了意外, 所以才大胆了起来。 我拉住嫂子让她不要冲动, 同时劝为老妈不要着急, 多容我几天处理哥哥的事情。 老妈离开的时候恶狠狠地对嫂子说, 如果哥哥真的死了, 她一定要为她报仇。 说完还一有所指地看了看我。 等嫂子情绪稳定下来以后, 我问她愿不愿意和我真正地在一起。 嫂子神态坚定地对着我点头, 随后又与热吻回应着我。 想到枯井里埋着的哥哥, 想到威胁我今晚就要睡嫂子的老兆头, 想到一心要为哥哥报仇的老妈, 一个三全其美的妙计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直接告诉嫂子, 刚刚在枯井里, 老兆头告诉我, 是他失手弄死了哥哥, 目的就是为了占有你。 嫂子一听, 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 同时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连忙又把嫂子重新拉进了怀里, 然后一边轻抚着他的脸一边温柔地说, 我当然不会让那个老色鬼占你的便宜, 我们只需要这般这般。 随后我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嫂子也乖巧地点了点头, 当着老兆头的面, 我把半包米药放进了老妈的水杯里, 然后哄骗老妈早点休息。 果然, 老妈喝完之后就沉睡了过去, 我本来打算把剩下的半包米药 放进嫂子的水杯里, 然后端给他。 结果老兆头斜笑着说, 因过去了就不好玩了, 像死猪一样, 有反应才更刺激吗? 妈的, 你个老混蛋, 一会有你求饶的时候, 我心里暗骂道。 不过嘴上还要附和着对他说, 保证你玩得痛快凌晨一点, 趁嫂子脱衣睡着以后, 我和老兆头巧声来到了嫂子的门外, 那门锁我早就做了手脚, 轻轻一拨就打开了, 然后老兆头只穿这个短裤就钻了进去, 我则守在窗户外, 打开手机, 对准了嫂子的卧室, 嫂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 所以里面的动静我能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老兆头撅着屁股, 慢慢地靠近了嫂子的床边, 嘴里还喊着小宝贝小心肝之类的乌言晦语, 随后, 他饿狼扑实式地扑在了嫂子的身上, 然后手也开始胡乱地摸索了起来, 因为是夏天, 嫂子只穿了一件宝睡衣, 趁着灯光, 我能清楚地看到嫂子那曼妙的身体, 见有人上床, 嫂子轻哼了一声, 然后舒展了一下身体, 竟配合着老兆头交传了起来, 其实, 没人知道的是, 我早就偷偷地给嫂子下了迷药, 不过因为药量并不大, 所以只是昏沉沉地, 并不会真正地晕死过去, 而且这迷药有催情的效果, 还会让人产生幻觉, 想来是嫂子以为是我在她的床上, 所以很失动情, 屋里的一切真是让人血脉喷张, 我越看越着迷, 越看越兴奋, 心想, 这下嫂子彻底离不开我的手掌心了, 其实, 按照我和嫂子最初的约定, 我假装同意让老兆头和嫂子亲热, 然后趁她对嫂子图谋不轨的时候, 和老妈一起破门而入, 然后说是她为了占有嫂子, 所以才谋害了哥哥, 之后, 我再说服老妈家仇不可外扬, 如果事情败露, 不但她会因为满儿媳妇的事情坐牢, 而且还会丢尽脸面, 在这个地方再也生存不下去了, 然后为了不让外人生疑, 就说哥哥带嫂子外出打工了, 我也借机带嫂子离开, 老妈虽然疼哥哥, 但是到如今, 她也只能按我说的做, 这样一来, 就万无一失了, 嫂子刚开始并不同意, 即便只是让老兆头轻轻摸摸, 她也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能逃出这个地方, 为了能和我彻底地在一起, 嫂子最终还是答应了,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但让老兆头彻彻底底地占有了她, 而且还用手机录了个清清楚楚, 其实我并不确定嫂子对我是真心的, 而且, 要是她知道了我假冒哥哥折磨她的事情, 她说不定还会记恨我, 所以, 为了让嫂子死心塌地地跟着我, 我必须抓住她的把柄, 眼看着屋里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连忙进屋叫醒了老妈, 然后拉着她冲进了嫂子的房间, 眼前的一幕显然让老妈有点接受不了, 她疯一样地撕打着嫂子,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 你这个狐狸精, 扫把心, 害了我儿子不算, 你还要勾引我男人, 我今天就打死你, 嫂子迷药还没有过境, 还一直在笑着说,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气得老妈拼尽全力地掐住了嫂子的脖子, 要不是我护得及时, 老妈真就差一点把嫂子给掐死, 请老妈这么一闹, 老兆头也自知理亏, 灰溜溜地跑了, 我忙把老妈拉出门外, 然后把事先想好的台词一字不差地告诉了老妈, 果然,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 老妈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建议, 让我带嫂子离开, 反正这个女人对她来说也是灾心, 安抚好了老妈, 我赶紧去嫂子房间看她, 我早想好了, 要是嫂子怪罪, 我没有及时制止老兆头, 我就说我去喊老妈耽误了时间, 所以才没有及时破门而入, 至于那让她产生幻觉的迷药, 我当然是推到老兆头身上, 说是老兆头瞒着我提前做了手脚, 反正老兆头已经跑了, 也没有人对峙, 只要今晚我带嫂子离开了, 山高水远, 任谁也找不到我们, 到时候, 我还不是一样的相遥快活, 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刚一踏进嫂子的房门, 一群人呼呼拉拉的就冲出来, 把我按倒在地了, 更让我震惊的是, 冲在前面的那个竟然是刚刚逃跑的老兆头, 她竟然又回来了, 而嫂子, 原来还迷迷糊糊的她, 竟早早地穿好了衣服, 并一脚踩到了我的头上, 然后眼神凶狠地看着我说, 苏强, 没想到你和你哥哥一样地让人恶心, 随后, 嫂子竟拿出一把剪刀, 然后在我眼前晃了晃说, 既然你这么变态, 我就帮帮你, 说着就示意按住我的人扒我的裤子, 嫂子,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千万不要受了老兆头的蛊惑, 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拼命地说这好话, 尽力为自己争取活命的机会, 不过, 我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嫂子的心软, 她反而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然后狂扇了我十几个耳光, 就连老兆头也叫嚣着要断了我的子孙根, 看这情形, 嫂子和老兆头是一伙的了, 你说你爱我, 那你哥哥往死里折磨我的时候你在哪里, 嫂子无比心痛地质问着我, 随后她又说, 我天天祷告, 天天祷告, 就希望你哥哥被雷劈死, 被车撞死, 我也曾暗示过你, 只要你解决了你哥, 我就是你的人, 可惜你是个闹钟, 嫂子越说越激动, 最后竟把老兆头拉我跟前说, 老男人怎么了, 他可比你有血性多了, 你说的没错, 是他弄死了你哥哥, 但我感激他,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说完, 嫂子还在老兆头的脸蛋上把激了一口, 我, 我哥哥是我弄死的, 根本不是老兆头, 不幸你去哭警离看看, 我连忙大喊着向嫂子解释, 不过, 话刚出口一秒钟我就后悔了, 我知道我中计了, 果然, 院外响起了警笛声, 一群警察涌进了给我戴上了手铐, 连同我的老妈, 老兆头也一病带走了, 不过, 我们三个当中, 我的罪是最重的, 最好的结果也是判个死还, 躺在监狱的床上, 我仔细回想着,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不过, 嫂子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 在一次来探监的时候, 她冷笑一声对我说, 想不明白吧, 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原来, 嫂子一心想要逃跑, 这个念头从始至终就没有动摇过, 起初, 她还期望着我能有点良知, 偷偷地放她走, 结果发现, 我为了维护家人的安全, 并不打算真心救她, 后来, 她就把心思放在了老兆头的身上, 老兆头本来就对嫂子垂涎三尺了, 所以, 嫂子几个媚眼便把她勾搭上了, 另外, 那天我回家洗澡时, 嫂子一身是血冲进来让我保护她, 其实也是她和老兆头自导自演的戏嘛, 目的就是让我以自己的身份进入她的房间, 我突然想起来, 那天晚上一进嫂子的房间就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味, 后来更是有点飘飘染晕沉沉的感觉, 原来, 嫂子那晚就对我用了迷药, 让我自以为和她发生了什么, 然后她又撤我昏睡的时候查看了我的额头上的蝴蝶印记, 随后, 她又发现了我一落在她被子边上的哥哥的手机, 而手机的一切视频足以证明我这个变态到底是个何等的人渣, 所以, 她才故意弄出动静惹老妈怀疑, 让老妈坚持查找哥哥的去处, 果然, 嫂子早就怀疑我在假冒哥哥了, 她筹谋的这一切目的就是让我亲口承认自己杀了人, 这样才能彻底的让我没有生还的余地, 原来, 在嫂子的眼里, 我比哥哥还要让人憎恨, 其实, 那晚去嫂子的房间, 当我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份和嫂子亲热的时候, 我真的打算带她离开, 然后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但那晚嫂子逼得太急, 上我第二天就带她走, 所以我才偷偷用哥哥的手机给老妈发信息, 说要回家吃饭, 目的就是再拖一拖, 等我安排好外面的一切再带走嫂子, 随后我就进入了枯井, 在里面换好了衣服, 然后以哥哥的身份回家了, 而我之所以匆忙地以哥哥的身份离开, 则是因为我太过慌张, 在枯井里忘记遮盖我额头上的扳机, 所以怕嫂子认出来, 但没想到, 嫂子在这之前就认出我来了, 那晚她也明明看到我的额头, 但并没有当场揭穿我, 目的就是为了后面的事情能够按她的计划进行, 可叹我自以为聪明, 但最后还是落得个一败涂地, 可见人在做天在看, 做人还是要有良知。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 我们下期见。